大家好,Chris 今天分享一件事 調高能源價格 講英國 上限至1717磅 千萬退休人士不獲派能源補貼 其實其他KOL好像也有說 講一講能源價格 因為能源價格都快要開始冬天了 講這件事 講這件事就回到一件事 有聽眾在上一集 我問一件事 他講什麼呢 他講中港股市 說這群Youtuber沒有敢提中港股市 其實上一集我想說 我真的想說 但是我最想什麼都沒有說 為什麼呢 我自己又不是一個股票專家 也不是一個投資專家 也沒有讀過金融學的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一個炒家 我只是跟大家講我一個炒家 好像我自己的戶口很久都沒有說我戶口了 我自己那次最高峰炒到4300磅 聽到Kris哥都知道Kris哥在上年10月 扔了900磅下去 後來又扔了400磅下去 你當1300磅 現在有3900多磅 高峰去到4300磅 一年貨 現在有3900磅 不過不實 OK 對我來說有倍幾都OK的 一年裏面 當然我也試過 因為上一次跌市 在跌市裏面 我是最低可以跌到只有3000磅 2900多磅 後來又給我買了其他東西 然後又清潔上去 總之炒賣的東西 有賺有蝕 我看得很開的 所以我看得很開的 風險質素要管理 所以我不是經常 我很少教人 玩那些炒賣的東西 有時會賺有時會蝕 所以我就覺得投資是自己負責的 未來提 他就說很多Youtuber 有些中港 不敢說中港股市 我就立刻回答你 我其實 國內的消息一說 舊市 我第一時間已經把我很多 股票去投資 已經買了香港股票 我真的買了 星期一已經買了 而我強積金 我亦都買了 大中華區 中國呀香港呀 那些都買了 我真的買了 為什麼我沒有說呢 因為為什麼呢 未來提 第一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錯事 這是第一 我不想害人 這是第一 第二個問題 我很害怕我跟大家說 我買股票 看好國家 股市 有些人就說我死藍絲 我真的免得罵我 你明白嗎 那間屋子都賺錢而已 誰是嫌錢的 有些人會罵 為罵而罵 所以我沒有特地在我自己的頻道說 我星期一已經轉了 今天是星期四 如果你今天轉 其實還未遲 真的還未遲 為什麼呢 我慢慢跟他們說 前幾天我已經推出了一段影片 說一下劉德華 唱一首歌 可不可以 馬上有幾個 dislike 我就說 劉德華一出 立即被 dislike 不過不要緊 田凱華 是人知道什麼 你問我 我分得很開 我真的自己分得很開 可能他有些話說過 我都不太喜歡 但是有時候有些話 我聽到一首歌 我沒有想太多政治 我身邊有個客人 真是他忠實的聽眾 或者是他的粉絲 真的 他都說現在很不喜歡他 很不喜歡劉德華 他說他沒有聽劉德華很久了 我明白的 收了 有時候有些話說 我自己的分得很開 好像跟投資一樣 為什麼我不說 因為我怕人家一會來罵我 我什麼死藍絲 其實我今天說回 不如說了 投資 說一說香港舊市那個 國內舊市那個 我的看法 說明先 今天說的不是投資建議 不是投資英約 投資前 你也要找專家 在說我的建議之前 又看回AA stop 我真的很久都沒看 我星期一 那時已經進入了 看一看 今天又升了一些 我知道他昨天又升 升千多點 今天我不知道他升了 今天回一回 333點 由1900點 扯到22,18 而國內股市 也升了10.6% 我問你怕了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我和你講幾句 我的看法 就是講一講 舊市那件事 你要記住 今次的舊市 是講的是 舊國內的股票為主 錢放出來 是放出來 舊國內的股票 上市公司為主 不存在於 在樓市 因為他們說明的錢 是放出來 是賣股票嗎 哈哈哈哈 他們的錢不是放出來 夠 民業資產 你覺得 放的錢出來 也不是派給市民 所以你覺得 你慢慢想 國內的零售 會不會好了 錢沒有出到零售 派給市民 你自己想一下 那些錢也沒有派出去 即是怎麼說呢 沒有派出去 給你買樓 是不是 他有做過一些措施 說放寬些人買樓 首期 但是沒有說 放給銀行 可以拿錢出去 給你容易買樓 我記得是沒有的 你們自己查吧 我記得是沒有的 你覺得樓市仍然繼續升 你覺得樓市仍然繼續下跌 你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但我就是知道 這件事 他這次舊市 是 舊股票為主 等上市公司 拿錢出來買股票 等A股股 不要那麼慘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不買 亦都有一些KOL說 說 怎麼說好 這個市 有機會升三個月 我看都沒有那麼長 我一個月左右 我都會跳 跳 不是為之什麼準則 如果我星期一入 九月三十號開始 計算到 十一月一號 一二號 就要跳 我沒有看那麼長 會上車要會下車 為什麼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你買了不下車 我認識 夠錢賺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會跟錢作對 我就不會跟錢作對 我又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給你的意見就是 而坊間 很多KOL說會升三個月 我沒有訴訟 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他說升三個月 我不知道數據哪裡來 但我自己覺得 升個多月你也夠了吧 所以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賺到就要走了 是的 不要跟他磨冷淨 真的不要跟他磨冷淨 所以先升級吧 亦都 今天有單新聞 講香港 講幾句 講個標題算 不講來問 香港的貧窮達到20% 139萬人 入貧 入貧 差距81.9倍 創新的說 人們越來越窮 那人們越來越窮 那業資產會不會越來越貴呢 你自己顧一下 生意又做不做到 人們窮了 還不做到生意 你就自己顧一下 所以 完全在吹噓 我叫你自己想 我覺得 晶晶日上 東升西降 你問我 跟菇芳這樣說 越來越好 香港的大學位 越來越好 啊 時那幾天我有個朋友 問我 跟我說 怎樣認證 英國那些 什麼 那些 學歷認證 怎樣在英國做 去哪個答應 問這件事 他說很擔心 現在沒有地方那些學歷 或者那些專業資格 人家以後不讓他做 哈哈哈 即是不認受 那你明明我其實 講一些單新聞 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哈哈 做一個快樂開心人 其實我自己這麼想 會不會想多了 哈哈 是呀 怎麼會這麼容易 是不是 是吧 哈哈哈 不會 不用想那麼多 說今天 內文 說英國 英國能源價格上升 你問問 Kris哥 我已經沒有看我家的 能源價格 為什麼呢 我知道是貴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改變到貴的東西 只能夠我自己 我自己冬天 我其實很多 以前都好像 出過一兩集說 說用電鏈 就不要用那些波納 又不要用那些 微電鏈 發電 即是 用那些 微電鏈 保暖 因為為什麼呢 我真的有些客人 真的 開到家 很熱的 穿短衫短褲 在英國 冬天 很誇張 當然那些是有錢人 那些 科得起的 那你問問Kris哥 我自己的策略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穿 長衫 長褲 又需要 穿件衣 我家從來冬天都沒有開過 電鏈的 也都 沒有開的 晚上是開電暖煎的 那我的電費 保暖在 170磅 180磅 因為我家 全家都沒有gas 全電的 所以我比一般人貴一點 那如果 插開 gas 和 電 其實我的電費 是不貴的 真的不是貴的 那我覺得 OK的 你問我 我覺得我OK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趁冬天 未冬天之前 你買電暖煎吧 電暖煎之前 我拍過一個劇集 好像說 給那些 用電的VD 便宜千幾倍 不知是19倍 還是不知 千幾倍 我忘記了 那集說過什麼 總之是千幾倍 所以你想省錢的 用電暖煎 亦都有聽眾問 你問我買什麼電暖煎 因為我那時候在淘寶買的 在香港 買了 拿過來英國 所以我就 不知道 你應該在哪裡買 但是英國很多地方都有電暖煎 你去英國買 最好買電器的東西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買回英國的電器會比較好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你自己個人住在英國 如果有什麼電的短腦 火燭 保險一查 原來這個製成品不是英國的 也跟不上歐洲標準的 可能保險也不會 所以電器的東西 我仍然都覺得你應該要買回英國標準 合資格的電暖煎 或者任何電器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好 防止一會兒 真的出事了 保險不包 還有多口說多一件事 我懂得有些聽狀 真的真的有的 他很捨得買一層樓 買一層樓可能 三百多萬港幣 即是當三十幾萬磅 四十幾萬磅 四十幾千 本地人就叫四十幾千 即是那些貴價樓 但是他不買保險 如果真的有寫上來 那層樓 你真的沒有錢 製造屋頂 或者製造層樓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奉獻大家 冬天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 抹保險 保障一下 你自己的層樓 有些什麼事都有人賠 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還未是冬天 因為冬天可能很多 天災 打風、下雨、暴風雪 什麼都好 保險是貴一點的 反而夏天買 是便宜一點的 那我奉勸大家 因為夏天只有熱 沒有那麼多風 那我奉勸大家 不要等冬天前 才來買房屋保險 提一提大家 他想說什麼呢 英國政府監管機構 煤氣 電力市場 一個局 宣佈上調能源價格 所以很多人都很慘 尤其是公公婆婆婆 被人咳津貼 很嚴重 但是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當大家入籍英國之後 其實有很多 福利可以 招回去 到時 到了入籍的時候 都跟大家 說一下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 最近有很多 有些KOL 經常說入籍 最重要 不是坐五年、坐六年 要找 要找人 簽名 要找一個有英籍的人 簽名 我心想這些人都知道 為什麼都有人拿出來說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不過我都順手提醒大家 我看到有兩個KOL 說開 不知道誰跟誰的口水尾 我也跟人口水尾 到了第六年 PR之後 你如果申請入籍 你要找一個 英國的 有英籍的居民 當作推薦你 如何入籍 要認識你三年 然後又要找一個專業人士 跟你簽名 現在通知你了 你到時 怎樣找人 搞申請入籍 我想你要做準備 你問一下Chris哥 我有沒有難度 絕對沒有難度 打電話 幾十個朋友 沒有東西多 朋友多 真的朋友多 真的很容易 因為我身邊太多 太多留住得久的人 有英籍 無論專業人士也好 但你不要問我 為什麼呢 我幫不了 那些人不喜歡的人士 他肯幫我 未必肯幫你 所以你真的要建立 這個人際關係 說真的 因為有些人很老正 要認識三年 才可以推薦你 我認識你一天 怎能推薦你 我可以這樣推薦你 所以你真的要 在這段時間 認識多些人 不要待會入籍 或者 沒有朋友 幫到你 就麻煩了 我繼續說內文 說每個家庭 平均能源 由週二開始 激增到 149磅 即1500元 目前 1568磅 即1600元 提高至117磅 即1700元 你說多嗎 如果用一年計 都是多 多 千多元 不是很多 我覺得 八多元 一個月 不是多 八多元 就是港幣 不是很多 平均每個月增加12磅 對 125元 我覺得不是很多 最新價格 即我剛剛 超多市場買了 30多磅 你問我 真是這麼簡單 價格上行 緊去上年同期為低6% 即117磅 估計數百個家庭受到影響 專家呼籲 未有安裝智能標 這裡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申請智能標 為什麼 Chris 以前的那間店 即不是以前 現在的那間店 以前不是玩SmartMeter 以前我沒有記錯 每個月 我是入 九十多磅電費 真的入九十多磅 我真的覺得 但我又不是用電多 有什麼理由電費和家庭那麼貴 我其實很生氣 因為擺明是騙錢 後來我安裝了SmartMeter之後 以及轉了公司之後 轉了一間 Octopus 我稍後再擲 Octopus refer link 如果你還未轉 電供應商的Octopus 今天可以用Chris 給你 Octopus refer link 申請電 我可以跟你說 我一轉了Octopus 店的電費每個月 都是用三十六磅 你沒有聽錯 我之前是用九十多磅的 一個月 現在用三十六磅 對 簡直 這些才是正常 我覺得是正常 因為我真的開了燈 有光雨 都沒有什麼用電 都沒有什麼用電 都沒有什麼貴的 所以 不要縱容那些 找你 那些 Suppire 那些電力供應商 你真的要轉 因為 他不會多謝你 是的 我又和你分享一件事 因為我家店隔壁有些店鋪 火燭 被封了一條街 三個月 我直接打電話去 那間電力供應商 因為那時候 他說每天有個minimum charge 我就說我現在整條街被封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不可以 豁免我那個 每日最低用量的消費 你不要小看 每日最低用量的消費 他都收了我 八十多磅 一個月 計算計算 是啊 他都會跟我說什麼 他說我免了你 我們吃什麼 他的員工說 不是他老闆 幾吋 即是吃飯你 想跟你說他吃飯你 所以 你不要跟他人詞 你覺得他電費貴的 你應該要住 建議盡快向供應商提加電力 或者回器的讀數 以便提供過得更準度的數據 九月份十月份 一周能源費用 相測金可達到19磅 再說 格格網站顯示 由於入秋後 能源會飄升 使用的變數 費用率可能有不同 家庭在10月份 能源支出 預計為135磅 較9月份 55磅 增至2.5倍 很誇張 這個機構的發言人 提醒 除了能源價格 下週上漲 會有智能標的客戶 盡量在 10月 一日前提交毒素 即是他提了你 因為你如果不提交毒素 他可能 遲了提交給他 即是你遲了提交給他 他可能跟新價 叫你交 即是你交貴了 所以你真的要早點 早點給毒素 讓供應商能夠獲得 準確的數據 如果延遲提交毒素 九月份的能源 使用量可以 被估算 從而交高的 10月份價格來計算 他有認為 用戶考慮轉用固定價格 合約 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遠隔 我試過 那時候來英國 簽了能源價格的 那些計策 我打算很聰明 一簽就簽了3年 5年 一個fix plan 一個fix plan 他可以隨時終止你 不通知你 因為我看到能源價格貴了 因為我已經 終止了我和你之間的能源 計劃 能源的合約是保障他 而不是保障你 你問他為什麼可以終止 我又不可以終止你 你可以終止我 我們可以終止你 你不可以終止我 很丟臉 所以你和他簽這些合約 我覺得沒用 你問我 我覺得我不敢有興趣 不如找一間便宜的企業 即是Auto Plus 更好 不要跟他爭論 真的沒用 不要浪費時間在廢人身上 廢人就是廢人 專家認為明年一月份 能源價格可能進一步推高 由於鵝股市政局勢未有穩固的適跡 不過這裏說過鵝股戰爭 先停一停 剛剛有說過股票 Chris哥 現在手頭上都有股票 但是買了三分二的錢 還有萬零元 放在那裏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怕有機會打仗 你不知道以色列 以及巴基斯坦那壇 會不會越來越激進 所以我也怕股市會跌 我提醒大家 繼續講內文 2025年首季可能出現另一種能源危機 工黨政府上台後 決定撤銷部分退休長者300磅的 津貼 這個 我相信 所有人都很討厭 能源補貼 只給予退休金可以獲取退稅 以及正在領取福利的低收入人士可以付合資格 估計1000萬人踢出合資格範圍 公民諮詢 我們擔心有育有兒童或青少年家庭 以及低收入的家庭 取暖費都困難 穿了一件衣服 很簡單 賣電鏈戰 一個66歲退休長者接受英國廣播BBC 訪問時表示 領取退休要求是會州入不超過210磅 也就是申請其他福利的條件 因此會州領取退休在扣稅後環繞較低收入 多出2.6磅 因此他未能符合資格領取任何福利 估計目前每月開支500磅 他不得不動用積蓄支付房租 他還要租樓 看看他是租私人樓還是政府樓 他又說了 2021年感染武肺 住了醫院一個月 希望入東銀樓保持房間溫暖 原本只望200磅 的冬天能源補貼 減輕經濟活動 現在不知道如何面對冬天 說完了 就這樣說 買電電車吧 幫助到你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留言 給讚分享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